木回长安 欢迎来到擂台 我是蓝虎 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观察方的话是一个化生寺 观察方的话是这个石头领 开局的话观察方运气也是非常好 直接弹了一手心源 观察方直接是勃过来1400 观察方的一个防御还是非常OK 宝宝打过去的话直接是打不动 观察方的一个单法宝宝 活血一手 活七百 观察方也是继续出 对待方的一个石头领 买一则一的一个经脉 感觉是吧 虽然很好用 是吧 但是的话 感觉打出来的话有点锁 宝宝是直接神了 再次飞机 观察方的一个宝宝是吧 硬的和团 宝宝宝是吧 根本打不动 对待方继续出 拉瞬机 感觉对待方的一个攻势逐渐的弱了下来 这样的话 对待方的一个石头很难玩 直接来了一手威慑 是把观察方前排的一个弓虫给控制住 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观察方想轻掉对待方的一个宝宝是非常容易 反观对待方想拿掉观察方的一个宝宝是很困难 对待方干脆也直接选择放弃了 直接选择用威慑来控制宝宝 不过威慑的话 控制宝宝还是非常舒服 这只宝宝的话 对面威慑一直也是控不住 观察方的话 缺乏这种高宫的一个宝宝 观察方再次火旋 就是玩弄对面 观察方一手火旋的话是能火到900 对待方继续威慑 这样的话观察方的一个出手的一个单位确实非常少 这个宝宝一直威慑不住啊 难道说是有鬼魂傻的这种反制技能吗 这两方拉了一手法宠 这手法宠的话伤害属实有点感人 观察方也是继续战 观察方也是继续战 观察方缺少攻击宠 观察方这个时候开始变身 观察方也是成功的把观察方的一个节奏给拖了下来 观察方的一个宝宝直接是绿掉 很难受 观察方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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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来到第15回合 其实局势的话 拖的话其实是对于这个施头领还是可以的 因为的话 毕竟拖的越久 这个会降防御 这两方直接连环 太卑微了 是吧 这两方的一个伤害确实有点感人 队长方的一个前排宝宝 也是被观察方清飞 队长方继续出 像队长方这种硬剑的话 他的一个宝宝不会很全 观察方拉一手攻击 队长方出了一手极度疯狂 队长方这一把比赛的话 是把能用的一个小技能 支托领的一个看家本领全部用了出来 队长方再弹一手灵源 这个时候弹灵源的话 说实话没有多大的一个作用了 队长方 队长方的话 队长方的一个宝宝在飞 这样的话只剩下对面人物 这个天神护体是吧 还被队长方的一个宝宝给去散掉了 有点尴尬 一千二 队长方继续拉攻击 队长方砍一手大金 想拖后排的一个高鬼 宝宝站起来 队长方的一个高鬼宝宝是站了起来 队长方继续出 队长方的一个宝宝 这样的话观众方拿下这把比赛的话 应该是毫无悬念 这个一个物理系的一个门派是吧 活生生的打成了这种辅助门派 威慑疯狂封印 这手担法的话是直接打爆了 这手担法独特计划 一会儿 这个地位 里面的一群 之类 这手担法 这手担法 冠了方出了一手零刃的一个杀人泡泡 看一看这个泡泡的一个术朱 哎呦杀人壁垒吗